表演 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小明星 还能与飞哥用餐 这一路走来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守候 但我却从没亲口对你说 我好感谢你 说不出的感谢 就交给新东洋 无糖月饼健康上市 真男人 真经典 经典台湾啤酒 人呢 台皮酷乐计啊 去超商买金牌 经典都八二千了 那我们还在这边干什么 跟我走 八点到十点 非凡主持现场 给你 这是什么啊 妈妈说到我们最好的 成能贴着当铁子哦 迦勒福严选生仙 层层严格把关 吃得安心健康 自然对我们最好 迦勒福严选生仙 我醉拍手狂歌 举杯邀越 今年中秋就喝金牌奖的好酒 金门皇家五十八度高粱酒 光泉冷泡茶 独家冷脆技术 低温长时间释放茶分子精华 每一刻都回甘 光泉冷泡茶 无时无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Bu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suddenly realize How much you need to me My darling 享受 城市买同 太平小麦啤酒 好 外资持续这个礼拜 买超金融股相当的明显 所以对筹码的一些相对的稳定 跟法人之间交叉来做一些比对 筹码新向有教过大家 也就是说 外资你在跟动 当然 我们家法人 钱这么多 钱那么多的人在买 烫害 对啊 人家应该买 我们对着买也一定安全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美感 就是说 他在低档区的时候 开始启动在买的时候 就买得动 他买有涨的 你才可以跟 不要那个已经拉到很高了 一直买 买不动 那你就不要动 看一下他最近 我们想说 他有买趋势性主流里面 有买被跟动的 有买被跟动的 包括像什么 筹码类的话 我们看 金融有涨 再来水泥 水泥类也有涨 再来风策类的 他买的 他也有往上动 连那个跌得很重的细品 他一直一样 开始买就有动 再来就是MB族群 他也是买了一堆 但是注意 你看一下 还有面板 他也买很多 但是你要看一下 像友达那种 那种筹码性的架构 他相对在高档区 你看一直买 一直买 怎么会买到变长黑 这个架构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当他买买不动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说急得进去买 那出现量缩型的整理 今天增量了 有没有出现攻击 而且这种都是在盘中 在盘中 它的那个量价 上面挂的单 下面挂的单 以及他在连续性攻击的单 他如果说像今天友达 你看我们看到之后 他买了很多 或者说像这个 像伪创他买了很多 可是感觉上来讲 好像买不动 你在盘中的时候做观察 也就是说 你把它抓抓起来 也就是相对于来讲的话 人家刚刚启动攻击的时候 启动攻击的时候 你看一下买买那么多 说黑K 他就要整理 对不对 一启动 哇你赶快跟进去 哇你可以跟到一大段 这边的恐怕买不动了 那你在这个地方才买 刚启动你不买 刚启动你不买 到这个地方才去追它的话 那这个操作的原则就有问题 要搭配 操作原则跟筹码 这个一门艺术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筹码架构里面 投信他也跟着买 其实最近来讲的话 投信 因为他是看基本面 在内涵 最近最近的这个操作 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他也开始进行换股 那筹进 最近我们不知道 要找什么钩票 只好跟着买金融 跟着买金融之后 还要买什么 还买像台积电 不然都要写报告 对啊 还要买到像什么 保护生那样的 那他就会比较来的偏向于 稳定性的 非攻击型的这种股票 而且最近他们就小型股 他们相对比较来的保守一些 但是对于财报好的一些 个股来讲 他也会跟进 那么再来 就是说这一波的主流里面 先动的 那么还有包括像钢铁 刚刚讲过了 还有航运类 以及跟这个瓶盖有关 而且很久都没有长了 之前只有长了真顶 那么这一波来讲的话 像软板类的台郡 或者是什么加电力 也都起来了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在攻击架构里面来讲 现在有教大家很多的技巧 包括启动攻击型 有没有像刚刚那个 郑华讲到的像什么千辛 有没有 那种架构里面 或者像什么建仓 像那种架构里面来讲 我们说超级 超大行情超大量 对不对 无论多么都一样 你像那个千辛这种架构 你要看到K线图 爆一根量之后 量缩往上涨 那你还不追吗 但是我跟你讲 特别注意就是说 已经到这个位阶了 你在任何的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讲的话 你觉得说转机型 应该有机会可以看到10块钱 你如果说认为是这样子 一个基本面内涵的话 那你就往上买的时候 是稍稍的买 下来的时候才做承接的一个叫 强势整理你再做大幅的一个进场 这样子会比较来得稳一点 那自己要先 一定要用策略 要把自己的一个经验要拿出来 那最重要你要设一个 你如果最高的人 一定要设一些停损 好这都是经验的一个传承 就是看到这种量价的搭配 其实量价本身就在说话了 那另外我们财报出来的同时 哇这个王那个王 毛利王获利王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是最有价值的 我想营益率越高的是越好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现阶段是看的是 毛利率 营益率创新高 而且第三季有新产能到位的 这个业绩承担 你要求好高 营益率低 还有毛利率也要 都要很高 那我们先看了 这族群里面可以留下 这个代号6405加上公司 叫越成 越成是智慧型手机 光电玻璃薄化的一个龙头厂 国内市占率是超过五成以上 因为它的介入门槛很高 所以国内大部分的一个面板手机 都会找它用 那我们发现它第二季 因为制成效率提升 所以第二季的毛利率来到36% 营益率充高到30.6% 是一个新高的水准 所以单季每股税前就赚了2.44% 比去年同期成长60% 税后EPS的话 是比去年同期是成长77% 所以说可以发现 这个毛利益率造成它的一个 获利大幅扬升 那尤其它的一个镀膜的一个新的生产线 在第二季 这个目前已经开出来 利用率大概是50%到60% 那随着学习曲线往上走之后 会往上做提升 那新增的五代厂跟5.3代厂的抛光机台 也是在这个第三季会进来 所以7月份客户调整库存之后 稍微有点回来 可是8 9月份营收 在这个部分 这两个进来之后 会有机会会冲高 甚至创新高 那由于iPhone 6进入拉货潮 所以未来几个月 这部分都会相当的好 那加上四季采用大尺寸的一个手机 那这个换机潮也会慢慢出来 那因为它的基础层是国内最高的 所以说这个大尺寸的一个毛利率也很高 所以未来几个月 它应该持续往上走 那我们看获利的部分 上半年的话 它美股税前就已经赚了4.02 比去年同期成长11% 那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8 9月 这个月跟下个月 新产线开出之后 大概毛利盈余上来之后 税前有机会来到9块钱以上 比去年的7块多还要高 那目前进入获利成长期 我们从K线图也可以看到 它的日线图 K线图刚好都在相对低档 我们把它缩小 可以看得更清楚 可以发现刚好相对低档 所以我想可以留意的 那另外还有包括 4974家公司叫亚太 亚太的话 它是全球第二大CIS影像感测厂 它A3的高毛利大尺寸的一个产品出货 成长一倍以上 所以第二季的毛利率盈余率也是创了新高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特别从财报里面 去仔细地去看 它第二季的营业利益 是高达9800万 比第一季的营业利益 6000万成长63% 那即使第二季因为台币货对损失 所以清晨它货利 可是它扣掉之后 还是比第一季成长 所以而且我们发现 它7月份的营收 是连续三个月走高 已经是今年的一个新高水准 所以说就目前看起来的话 可以留意的是说 它的基本面确实持续的好转 另外可以留意的是下个月 下个月有缅甸CIS的新的一个产能会开出来 中国大陆1300万画素的高阶手机的一个镜头模组 也会整个开出来 都是在9月份到位 就是目前8月底下个月到了 所以这部分的营收也会注意出来 我们发现过去几年的获利状况 从3.7成长到去年4.8 那今年上半年已经赚了2.58元 成长30% 所以大概预估今年可以到5字头以上 所以我想这家公司刚好现行 也是第一档可以留意的 OK 好 那非常感谢 那我们把握最后一个时间 来看看未来这一周台股的变化的一个观测 那当然这两天 这个央行年会的一个结果 我想全球金融市场的人都在屏息以待了 对 那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很特别的 美国股市竟然提前往上拉 所以代表就是说 还有我们新一市场 也没有提前先蹲下来等 好吗 对啊 所以这一次可见大家应该是相对乐观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针对 就是说未来投资方向 从我们刚才讨论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被误杀的 可是市场就怕你不害怕 市场就怕你不害怕 如果美股大家都高姿态了 出什么状况 大家要随时留意 对啊 不过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谈话内容 还是要特别注意 对 那如果说这个出来的这个讯号 如预期般 然后股市也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那原则上我们就是礼拜五的架构 有机会延续到下个礼拜 那这个礼拜五的架构 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误杀的股票 加上这个目前来看逆势走高的股票 所以我们从这个两个逻辑来先观察 极党股票 那第一个我们看这个F东明 那东明的话就是在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不锈钢 所以它是相对来讲主流的部分 那仅固件的一个使用 然后因为它受惠在中国的城镇化的政策 它这个使用将会大幅提高 那原因在哪边呢 因为东明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部分 它这个不锈钢固件的这个市占率 大概有差不多30% 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不锈钢固件 大概三格一个它的 所以非常的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业绩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到业绩的部分的话 因为去年的EPS1.56 今年上半年已经来到1.3 所以这个数字可以说相当的好 那它有一个 本身有一个特别的题材 是其他不锈钢的厂商可能没有的 就是说它要切入这个航态的扣件 当然就是飞机的扣件 那大家知道这个即将要挂牌是汉翔 汉翔在这边表现得好的话 其实它的概念股很多都已经大涨一段了 唯独这一档 我们看到日K线 它为什么都没有反应呢 为什么这档股票相对比较 没有像其他的钢铁股涨那么多 那原因在于什么样 它昨天被打了一棍 就是它F开头的 昨天不是F开头全杀吗 那今天来讲的话 它就有点平反 所以日后来讲的话 它就回到它正常的逻辑当中 就有机会产生一个所谓报复性的走势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魏华科 那魏华科的话在这个地方 它是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代理商 那因为它本身的话 有获得日月光细品 金元电 在这地方有机会 从第二级起的一个扩大采购 不过看起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业绩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地方 因为资源到这个联发科展讯 还有就是说我们来看到 今年Q1的上半年 这个EPS 它本来Q1只有0.3 可是第二季却跳出来变成 加起来有将近一块钱 所以你Q2是不是几乎是Q1的 差不多快两倍了 那从日K线来看的话 就是说它在公布了以后 市场上当然就是正面反应 这边有出了两个缺口 可是这个缺口如果迟迟没有回补的话 那这张股票会不会变成逆势 大盘未创高 它领先创高的股票 那可以来做一下后续的观察 OK 那我们待会回来 也从期货看现货 看这十大交易人 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 有没有做多 空 怎么翻呢 透过期货来告诉你 千万不要走开 大属热的电视 上半年因为世足赛的关系 重测了第二季的业绩 不过第三季开始 却似乎瞬间下滑 因为世足赛带起的风潮 让四十二寸电视 成为上半年的主力商品 只是在每四年一度的运动赛事过后 研究机构观察 在第二季大尺寸面板出货 达到历史新高的1.8亿片之后 第三季将会比第二季减少3% 恐怕会影响面板双虎 群床和友达的出货 原本群创总经理王志超认为 因为中端销货状况良好 拉货效应渴望延续到9月 不过最新数据显示 7月大尺寸面板出货 从6月份的6204万片 缩减到5770万片 越减7% 就连友达和群创主推的4K 2K 也受到韩场强势威胁 油门在今年年初 面板双虎在全球的4K电视面板出货 占40%左右的比例 韩国的三星和LGD则是19% 不过到了7月份 黑场虽然增加到47% 但韩场一路追赶 拉近距离达到44% 中国等于说他们4K TV 也是推得最努力的一个地区 韩国这个产量还是有 4K这种其实还是有Ready好了 只是说这情形可能是策略的关系 韩场竞争来势汹汹 台场只好将堵住 放在8月27号机箱展开的触控面板展 要向外界展示最新技术 这一台是我们65寸的曲面 那你会看到我们搭配的是 4K 2K的面板 那它也可以把我们最窄的这个边框 做到里边去 强调不用OLED一样能做出曲面设计 友达预计要在展览当中 还要再推出全新的车载应用 至于群创也计划将一系列的3D大尺寸 高解析度4K 2K电视面板 搭配高色保广色域的显示技术 准备向中国和韩国正式宣战 记者林思宇黄艳章 台北报道 还会在这里 看一看 這香氣 誰都無法抗拒 不是嗎 男人 格蘭麗威 單一 威爾 極味符式凝膠 記得吃喔 極味符式凝膠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療潰瘍 極味符式凝膠 為您保護胃 來 喝三十八度金酒 馬上掛中三萬八 來吃你八十度四 沒掛中 再寄回抽獎 來 金酒三百刮刮樂 多感情拚中金 兩面的季節來了 全新三層面 外層滑順 內心加實 Q彈更有勁 7-11給您最安心的美味 夏天就是要吃涼麵 無時無刻 我都能享受自在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suddenly realize How much you need to know My darling 享受城市埋頭 太瓶小麥啤酒 婆婆 沒事吧 女人啊 總是渴望安全感 所以燕窩 我只選老行家 她純淨天然無添加 每一口都安心 給我最安心的寵愛 老行家 中秋送禮老行家 用愛點亮自閉而新希望 香 筍 好老老 我朋友到底 就愛你 玉山小麥啤酒 這支就是 小麥啤酒 小麥啤酒 玉山台灣小麥啤酒 上海外味 小秋大老的賀玉山 瓜獻金 還能與菲哥用餐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趕緊把握時間 哇 漢偉先生您好 女君晚安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OK 謝謝 謝謝